嗯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一件事情准备的再好 真正做起来 难免还是会遇到一些没有想过的问题 买笔记本电脑也是这样 通常来讲大家不会有太多的经验 尤其是很多大学生买的都是人生中的第一台 遇到问题的可能性还是蛮大的 这不是什么大事 你可以找售后 可以问朋友 也可以上网查 这都是可以的 但是你有可能描述不清楚问题 让朋友不方便理解 或者面对网上眼花缭乱的答案 你有可能分辨不清 这会多花你很多时间 考虑到这些问题 正好在笔记本电脑方面 咱们笔拔评测室还算是有一点点经验和知识 而且我们还有着喜欢也很懂笔记本的粉丝朋友们 而众所周知 常年玩笔记本电脑的人大多都目光灵动 极度自信 且智商逐年上升 最后完全成为天才 于是我们整合了一部分常见问题 邀请天才们一起来回答 当然我们也会给出自己的答案 以及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 希望能够帮助到有需要的人 朋友们也可以安须收藏和转发 我们把问题划分成了不同题型 并按难度 由浅入深赋予了不同的分值 满分100分 这不是考验哥们的水平啊 主要是为了让视频更有意思 那废话说的够多了 就让我们正式进入笔八第一季 完蛋 我被笔记本电脑问题包围了 别急 你上你也行碑 笔记本电脑知识竞赛 单选第一题 小明刚买了新笔记本电脑 内存是16GB 但是社友小花嘲笑 你电脑真垃圾啊 我手机都512GB的内存了 小明该怎么回答呢? A 玩F**玩的 B 手机厂商宣称的内存 和笔记本电脑的内存不是一回事 C 啊对对对 D 你说F**你F**请作答 第一题算是送分题啊 很明显嘛 三短一长选最长 答案就是选B了 笔记本的内存和硬盘 一般商家都会标 比如16GB加512这样子 前面的小数字指的是内存 后面的大数字指的是硬盘 内存越大 我们能同时运行的程序就越多 比如我后台挂的QQ 网易云和明日方舟 然后前台还可以打开原神 方圆一把抓了 属于是 硬盘越大 我们能抓到电脑里的东西就越多 比如游戏 学习资料 还有学习资料 手机其实也是类似的 比如一台手机标的是8加256 那前面这个8才相当于内存 后面的256功能其实是类似于硬盘的 第二题 小明买的512GB笔记本电脑 到手却只显示475GB 它该怎么办呢 A 512和475差不多 有不是不能用 B 正常现象 无需担心 C 化身上单 言语攻击商家的制造者 D 是这个 请作答 这里不止一个原因 我说一个比较主要的吧 硬盘厂家和Windows两边对容量的静置不一样 硬盘厂商这边 硬盘出厂容量通常是按照10静置 所以算出来是 1GB等于1000Mbps 1MB等于1000K 而Windows操作系统采用的是二进制算法 算出来是 1GB等于1024MB 1MB等于1024K 因此 我们笔记本到手显示的容量和标称容量之间有一定的误差 大致就等于打个93折 买台硬盘512GB的笔记本电脑 到手在475GB左右波动 问题都是不大的 所以这道题应该选B 但如果差太多 比如到手只有300G 那么恭喜你 联系平台登补偿吧 第三题 小明到网上下载软件 请看视频 并帮他选出图中正确的下载按键 这道题目算经典的老番了 先说答案 这道题没有正确选项 全是陷阱 没有选的同学可以拿到分 当大家买了新笔记本电脑 想安装软件 还是建议大家去对应的官网下载 比如下载QQ 就去QQ的官网 下载网易云 就去网易云的官网 不要轻易点进某某软件员 某某下载站 这些所谓的安全下载啊 高速下载啊 背后都带着沉甸甸的礼物 我们小手轻轻一点 可能就会被塞进乱七八糟的垃圾软件全家桶 卸都卸不干净 占用后台 让电脑卡顿 还时不时弹出广告 用起来很烦啊 所以说 这道题只能说 选个屁吧 第四题 笔记本电脑要插着电使用吗? A 笔记本电脑的优势就是便携性 当然不插电 B 380V 是三项电 C 分情况 通常插着电使用更好 B 张伟 请作答 插着电使用笔记本电脑会伤电池 这也算是比较经典的问题了 先说结论 这道题选C 现在的大多数笔记本都有专门的电源管理芯片 我们插着电使用的时候 电脑通常只会由电源供电 电池是在摸鱼的 而电池的使用寿命主要是跟充放电使用次数有关 次数越多 损耗越严重 所以插着电使用对于电池没有什么伤害 相反的 摸鱼时间长反而相当于变相延长了电池的使用寿命 但有一种情况要单独考虑 就是有一部分游戏本在高负载的情况下 可能会从电池取一部分电 这是可以理解的 不算是一个能诟病的点 但确实会对电池有一点点损伤 不过这些笔记本电脑如果不插电使用的话 电池的损耗会更快 而且不插电使用不利于笔记本电脑的性能发挥 尤其是游戏本打游戏的时候 调真卡顿会非常明显 总的来看 除非特定场景需要 笔记本电脑还是建议插着电使用 单选最后一题 笔记本电脑要不要更新Windows系统呢? 这道题其实没有标准答案 包括我和同事 朋友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 我们也把我们的看法写在不同的选项里 大家自己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也可以发在弹幕里交流一下 这没有对错之分 只能说看个人使用习惯了 所以这道题是送分题 无论你选什么都能得分 那既然是送 就当是选S吧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的单选题部分 参考答案就是BBPCS 大家都答对了吗? 让我们正式进入下一阶段 买了新笔记本 过了7天还能无理由退货吗? 售后的话 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时间节点呢? 请作答 为了答这道题 我们特意找来了一位做电商卖笔记本电脑的朋友 要到了他们客服的售后处理思路图 并花了点时间 改成了更符合咱们买家体制的版本 大概长这样 大家可以参考这个 但这是三年前的版本了 最近有一些更新 具体就不说了 但都是利好买家的 总的来说 假设大家要退换货的话 要记得7天和15天这两个关键的时间节点 不过实际上 就算过了7天 或者过了15天 多和买家沟通 多联系平台客服 绝大概率也都是能以让咱们买家比较满意的方式解决的 平行进气多沟通 方法总比困难多 议论是议论 现实是现实嘛 请看视频 然后回答问题 对呀 我APEX也装C盘了呀 我所有Steam的游戏我全都装在C盘 想要它加载快 那你就装C盘 我就是觉得游戏应该装C盘 我听就是那么听说的 然后现在都卸了 你的游戏装在C盘吗 游戏装C盘是否运行速度更快呢 为什么 请写出不超过20万次的文字证明 这里我们主要看第二个问题 游戏装在C盘是否运行速度更快 游戏的运行速度主要是跟硬盘的性能有关 跟盘服务那样关系不大 举个例子 如果我C盘是个很棒的固态硬盘 D盘是性能一般的机械硬盘 那游戏存在C盘确实运行更快 反过来的话则是存在D盘更快 如果C盘和D盘性能一样 或者干脆就是一块固态硬盘 划分成两个盘服 那游戏存在哪里都是一样的 但是通常来说 大家的系统一般都是装在C盘里的 所以说我还是建议大家尽量把游戏啊 照片啊 小而美的聊天记录啊 都存到别的盘里 因为C盘如果满了的话 你可能就会打不开程序 或者玩着玩着游戏闪退报错 甚至重启之后电脑蓝屏进不了系统 我游戏不见了 我还在吗 啊 啊 进去了都 我操 他弹出来说我C盘存储空间不足 啊 怎么搞啊 好了 以上就是本届大赛的全部问题了 不知道大家打得怎么样呢 可以把自己的分数打在弹幕里 就算你打得不好也不要紧 这个分数其实并不重要 如果你能在答题的过程中得到一点点快乐 或者有一点点收获 那我们就真的很开心了 如果大家还能点个赞或者投个币 那我们就更开心了 谢谢大家 笔记本的电脑买到手 在使用过程中会遇到的问题实在太多了 本期视频我们本来准备了大约30道题 但是时长原因最后只是选了7道相对常见的问题 远远谈不上一劳永逸 但愿可以帮你节省一些时间 大家有什么问题也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以及观众朋友们交流 本期视频点赞共5万的话 这个系列我们就会出第二期 那么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